最近日本出现全球首例 疑似因为被皮虫叮咬而感染OZ病毒死亡的个案 消息曝光之后 有部落客在网路上转发日本网友的推文表示 大家到日本奈良公园摸露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因为他们身上有大量的皮虫 但也有皮肤科医师表示 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这名死亡个案 是因为摸露而被皮虫叮咬感染 但还是提醒民众在摸过小动物之后 要注意清洁 近期有部落客转发一则推文 上头写着奈良公园的鹿身上有大量皮虫 数量可能是你想象的一百倍 更强调摸鹿等于摸皮虫 请大家要注意 原来是因为有日本媒体报导 辞城县一名七十多岁妇人 出现发烧倦怠等症状 就一住院二十六天后就因为心机炎死亡 而她的身上就被发现一次有皮虫叮咬的痕迹 裁检确认为OZ病毒感染 而这也是全球首例人类感染OZ病毒死亡的案例 比较常见是例如说后续关节会有一些问题 后续血液可能几天之后渐渐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包括说你说心机或其他的部分 那当然其实也是都几率上都是会有 医师指出OZ病毒是一种RNA病毒感染后的症状 类似流行性感冒会出现发烧头痛 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目前没有特效药只能用抗生素治疗 而目前已知的感染源之一就是皮虫 那以台湾来说其实台湾就有一大堆皮虫 那是不是有带有是理论上是目前当然是没有 那当然就是说这种东西叮咬它本身是不会人传人 医师的提醒尽管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 富人是因为汗露有接触才会被皮虫叮咬感染OZ病毒 不过还是建议民众在接触小动物或是到有草丛的环境 都要特别注意卫生清洁 这里留居张元杰台北报道